大家好 我是Andy Darker 作為一個這麼喜歡煮食的人 可能大家都會很驚訝 我家其實是沒有一樣的煮食工具 而那樣是什麼呢? 就是電飯煲 原因是因為我通常都是煮西餐或者Fusion菜 所以如果拍片要用也好或者我真的很想吃飯也好 我通常都會直接買一些已經煮熟的飯 而且電飯煲這麼單一功能性的用具有這麼啞位 我一直都沒什麼衝動想買這個電器回來 而最近我就找到一個Solution 一個煮飯神器 就是這個直接可以在爐頭煮的明火煮飯鍋 無論它的大小甚至因為它可以直接煮 我可以加一些材料去炒香再加米飯去做一些不同的菜式 它的換味和實用性都是非常吸引到我的 所以不要說那麼多 今天就讓我用這個明火煮飯鍋 去做我的一個酒香顯玉玉碎飯 其實煮這些有味的飯可以很千變萬化 可以炒一些材料和飯一起煮又可以 或者在尾段才加一些菜和飯拌勻 再煮一煮又可以 那今天我這個食譜就算是後者的方法來的 首先我們開一個中大火 加一兩根菜油在鍋裡 之後我們就可以加一些乾蔥碎和蒜蓉 慢慢炒香之後就可以加一些豬絞肉下去 炒幾分鐘炒到它們熟透 喜歡吃辣的可以像我一樣 加少許韓式辣椒粉也可以 炒幾下炒香的辣椒之後就可以加上醬油 鹽和糖炒均勻 這樣就可以倒出來備用了 不過這隻鍋先不要洗著 蜆呢這次我就用了沙白 洗乾淨套了沙之後 就可以用回剛才那隻鍋 開一個中大火 把蜆全部倒進去 沾點青酒或者白酒 蓋上蓋子煮兩三分鐘 期間可以搓一下這隻鍋 讓蜆受熱也均勻一點 過了兩三分鐘之後 就可以打開那個煲蓋看看 看到蜆都開了 就可以倒出來備用了 那這些蜆汁這些精華 我們就會留起來待會用 去到煮米的環節了 無論你用日本米或者泰國米都好 記得洗米洗到水清澈才是好的 因為如果不盡量去沖走那些澱粉質 那些飯就會好黏 也不可以粒粒分明 所以煮的時候就有機會會焦底 洗完之後最好浸它15至30分鐘 才好隔水下鍋煮的 因為米吸夠水加熱的時候 受熱就可以平均些 煮出來的飯都會好吃些 將米加入明火煮飯鍋之後 就可以加水到那個黑度 由於我待會會加蜆汁下去 所以我這裡一杯米的份量 都故意加少一點點水 搞定之後 整鍋可以放回爐頭上 蓋蓋開中小火慢慢煮 同時間我們就可以把蜆拆肉 留一兩隻連殼 最後擺面做裝飾 當煮到飯表面的泡 開始減少那些水蒸氣 都沒有剛才那麼猛烈的時候 就可以加少許牛油 和剛才的蜆汁下去 繼續開著火 慢慢拌勻慢慢煮它 煮了一兩分鐘之後 看到鍋底沒有什麼水分 就可以加上剛才的肉碎和蜆肉下去 拌勻之後 放兩隻連殼的蜆進去 關火 蓋蓋 再煮多15分鐘 就可以了 煮的餘溫 令米飯吸收蜆汁的精華 走進廚房 聞到那股香味 已經急不及待想吃一碗了 放進碗裡 反轉吸出來 再灑多一點芝麻和蔥花 放兩隻蜆上去 拿這個酒香蜆肉肉碎飯 就大功告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個菜式 喜歡這段影片 我自己來說 真的非常欣賞這個明火煮飯 因為它除了煮飯之外 我還可以用來煮不同的東西 可以發揮我的創意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 追蹤我的Facebook page和IG 有什麼問題就在留言 我會更快回覆你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